台北捷运营一多时的亲子车厢 12月起将会在松山新电县列车事办 是全国轨道运输的首例 北街表示亲子车厢将会设在列车的第三节车厢第四个车门 到第四节车厢第一个车门之间 总计24个座位 让推婴儿车抱小孩的父母使用 创造友善的乘车环境 而亲子车厢的理念和博爱坐相仿 所以乘客如果没有主动让坐 暂时没有罚则 民众表示孩子搭捡运长呼喊要求爸妈抱 体力消耗很大 对亲子优先区提供友善空间以及座位 感到相当的贴心